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专重处理则照片可以用来制成图鉴 鱼头向左放在保力龙板上 把各鱼鳍展开用动针固定 再滴上辅马铃 稍后一会儿鱼鳍就定型了 就可以拿来拍摄 用相同的方法以适当的工具 把鱼肉 内脏 头部的腮等等都彻底的清除掉 一位小型鱼的解剖中 鱼肉的鱼肉非常紧密 不费食 不费力 一个人 一个上午 就能够把树尾鱼给处理掉 接着用水把鱼体内外冲洗干净 做防腐处理 用辅马铃 把鱼皮及头的妹妹两面 都做适当涂抹 一位小型鱼 构足骨架 只要用铁丝网就可以了 一形体大小 剪裁铁丝网 弯成筒状 再用PE膜包覆 再用PE膜包覆 然后装入鱼皮内 做适当调整集成 减涂抹 勒铁丝罫 用弯性的针 把开口缝合 把开口缝合 用弯性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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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缝用东西塞住 填充发泡体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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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